近亲通婚的恶国有多可怕 差点让欧洲所有皇室断子绝孙 欧洲这块土地很散装 王室却都是一家人 他们的血缘关系非常乱 不是姐姐嫁弟弟 就是哥哥娶妹妹 其中最著名的 莫过于被称为欧洲老祖母的维多利亚女王 她跟自己的表弟相亲相爱 差点害得一大锅的欧洲皇室绝后 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属父母包办 南方就是自己的亲表弟 虽是政治联姻 可二人却爱得死去活来 17年间生下了9个孩子 这些孩子各个相貌出众 聪明伶俐 被维多利亚安排于欧洲各个皇室联姻 以此来加强大英帝国的影响力 女儿们嫁给了德国 西班牙 俄罗斯等国的王子 儿子们也是娶了各国的公主 数十年后 维多利亚的后代几乎遍布全欧洲 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老祖母 拥有了极大的权力 同时也埋下了一个恐怖诅咒 维多利亚家族的每个人 都必须活得小心翼翼 因为他们就跟死娃娃似的 一碰就碎 被真扎一下都有性命之忧 女王的第八个儿子 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膝关节受了点轻伤 就于第二天清晨离开了人世 她的外孙更倒霉 三岁时就因摔跤身亡 她的所有后代 都很难有较长的寿命 最可怕的是 这个诅咒已不可控的 蔓延至大部分的欧洲皇室 近90%的王公贵族 都跟维多利亚女王流着相同的血 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 生怕下一个咔掉的就是自己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诅咒 而是近亲结婚 导致的一种基因疾病 血友病 简而言之 就是宁血功能障碍 没法止血 一个小伤口就能致命 老祖母维多利亚体内 带了血友病基因 并通过联姻 成功让所有欧洲王室 都得了这病 迄今为止 维多利亚女王已离世122年 但仍然有五个国家的 皇室与女王有着血缘关系 可能这些王室的女性后裔们 至今都还携带着血友病基因 维多利亚的诅咒 依旧没法散去 但即便基因已被霍霍成这样 欧洲的皇室贵族 也还是热衷于联姻 上世纪初 丹麦国王是挪威国王的爹 也是英国国王的叔叔 英国国王则跟德国国王 俄国沙皇是表兄弟 俄国沙皇又是希腊国王的大舅哥 在这无止尽的内部消化下 终于有王室撑不住了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子们 几乎都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他们不仅瞅出天际 还干脆断子绝孙了 欧洲皇室为啥这么喜欢联姻 因为古代西方人非常注重血统 认为跟平民结婚 会污染高贵的血脉 所以都是内部消化近亲通婚 而且古代欧洲公主戴的嫁妆 不仅有金银财宝 还有国家封地 不少王室贵族都靠着娶公主发家致富 你说我们中国为啥不这样 大兄弟 你想想古代中国那是什么地位 别说称霸世界 至少是称霸亚洲 土地辽阔 人员充足 我们的公主过去和亲 是表达友好 安抚 对那些小国来说是恩赐 而不像欧洲那样 去当血统工具人的 送国家土地 更是想都不要想 中国皇帝 要是开始给别国送地了 那他这皇帝 基本也就干到头了 王帝 感谢观看